今天大家為什麼會這個火大在於說 你完全挑戰大家的常識 以前柯文哲不是講嗎 從這不難 你就維持常識就好了 第一個 你怎麼會把所有的帳 全部都怪到會計師上面 還有你也選舉過 你也派過贏 你也做過民調 你也做過很多選舉酸酸的方式 你也做過競選總部 有人這樣灌水的嗎 我覺得我看到這個柯文哲的競選總部 裝潢費要花到一千一百五十萬 我真的非常訝異 你知道一千一百五十萬什麼概念嗎 是可以買一間房子的概念耶 小草不是最講求居住正義的嗎 結果阿伯的裝潢費 都可以讓小草買一間的房子 小草的錢真的是頭髮的嘛 我覺得這真的是 我不知道小草很憤怒 可是我幫小草很憤怒 柯文哲過去說他是省長 在台北市 當上台北市市長的時候 他剛開始砍什麼錢 砍報紙的錢有沒有 把所有的公務機關的報紙刪掉 報紙不可以用 一年一千四百萬 對不對 把公務人員的交通費刪掉 一年四千九百萬 把所有的U-bike 前三十分鐘免費刪掉 有沒有 他說他是省長 這些不需要花的錢 不應該花 他還包含台北市的電腦 現在都不能用買的 全部都要用租的 結果裝潢費不只一千一百五十元 他連競選總部的音響八十億萬 他都花錢買耶 我覺得我真的覺得太訝異了 不買要怎麼辦 租的 對齁 我們 我連辦公室的冷氣都用租的 我辦公室的電腦也用租的 我辦公室的燈也用租的 我租的到 柯文哲租不到嗎 用買耶 是啊 還八十萬 是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誇張 所以 可是你知道嗎 柯文哲競選總部出來講什麼 很貴嗎 不會啊 我們五百瓶耶 一瓶才花二點三萬而已耶 這樣裝潢費很貴嗎 很貴 貴的不得了 比我家的裝潢費都還要貴 不是你要特別強調 你的裝潢跟一般住家裝潢是不一樣的 一般裝潢就要這樣 我要有隔間 我要有天花板 我要有燈具 我要有很多的細節 包括我要床頭櫃 我要有系統櫃 我就看到柯平那個有什麼 他就是一個大看板 然後其他就親得乾乾淨淨淨 你要花什麼錢 所以他一瓶2.3萬的裝潢費 比一般人家裡的裝潢費都還要貴 但他裝潢出來的水準是什麼 就是一般技學總部的水準啊 他包含那個價值 就是一般在網路上買的那個報價 剛才講吳董的長輩看到裡面 還覺得太寒酸 太寒酸還掏錢出來了 所以設計師要設計到 讓柯文哲的支持者感覺到寒酸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設計 所以才要收200多萬的設計費 才能夠讓吳董的好朋友 拿出現金捐給柯文哲嗎 我覺得這真的太荒唐了嘛 所以這個整個柯文哲的人設 跟他的支出是不是完全打破 有一個省長可以這樣花錢的嗎 當然不行啊 是啊 2.3萬的裝潢費你這樣花下去 這一些錢 有一些是像吳董的好朋友 那麼大手筆 但絕大多數都是小草吧 省一個便當錢 省一隻雞腿的錢 來捐款給阿伯 結果阿伯花錢跟花水一樣 重點是 是真的花出去 還是這個開錢 開去之後 其實這個錢不是給了廠商 是回到自己的帳戶 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才是讓人家最有疑義的地方 另外你知道嗎 他連租金都很貴 你知道有一個新北市的議員說 依照柯文哲競選總部 那個地點 他的租金 80坪的一樓 大約一個月的租金22萬 你知道柯文哲租金多少嗎 多少 66萬啊 人家的三倍啊 然後他們的講法是說 我樓上也都租了 我樓上租了好幾個空間 所以比較貴啦 那我要問一下 你樓上租那麼多的空間 代表你辦公的人很多嘛 結果你現在事情爆發 這個政治現金記帳的事情爆發之後 你把所有的責任丟給端木正 丟給會計師 你說我沒有人 對 你說我沒有人可以辦公 那你有那麼多的辦公空間 不裝人來Key in你的單據 然後你把這些東西 這些工作全部交給會計師 你這樣說的過去嗎 你租那麼多的空間到底在幹嘛咧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昨天這個記者會啊 我覺得最大的敗筆呢 就是這個整個民眾黨 把所有的責任丟給了會計師 所以會計師一定要出來否認嘛 但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你丟給會計師 我不講簡單一點 會計師有沒有可能做錯帳 有可能 對不對 我們可以澄清就好 那你為什麼昨天的記者會 不讓端木正出來 對 因為現在有一個講法是 民眾黨開這個 曾經記者會的時候 沒有邀請端木正耶 所以端木正非常的生氣說 你把所有的責任都丟給我 甚至說我自己調帳 這一件事情會影響我 會計師的執照 會被註銷 而且甚至有刑罰 所以我才要出來說 沒有 我只負責的是簽證 記帳這一件事情 他在他的聲明上面是完全沒有寫的 所以我認為民眾黨在這個事情上面 真的把簡單的事情畫為困難 畫為複雜 但為什麼要這麼複雜 一定這中間有見不得人的事情嘛 所以才要用這麼複雜的方式來掩蓋 好 瑞德 幹什麼 現在競選組不要把所有的責任推給端木正 然後今天又有出來一條新聞說 這個端木正過去是跟誰的 是跟諸國榮的 你說現在民眾黨可能要踢到鐵板的 因為他過去跟誰 他是跟諸國榮的 諸國榮是活裡來水裡去的 他是上過刀山下過火海的 他沒有那麼簡單 如果跟過他 他不是很容易輕易擺平的 全台灣的記者裡面能講諸國榮的沒有幾個 我是其中一個 那麼他是誰 他以前是大宣戰 他以前跟了一群綁匪 一群強匪 就在澳門當街把這個澳門的南通銀行的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運鈔車攔下來以後 開槍打死那個運鈔的這個銀行員 搶了相關的錢 一大堆人被抓 諸國榮逃了 逃之前幹了一件事 他非常有頭腦 他保到我們香港的這個等於說 我們等於是我們辦事處 蔣南廳的情報中心 递了一封信 一時就願意當spide 你知道嗎 願意當spide 後來轉轉逃逃逃逃逃逃 後來又從馬來西亞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被抓了 一票人全部被抓了 那一票人就在基隆港 然後搭上船 被強制遣返到香港 只有留下一個人叫朱子昭 因為那封信 為什麼 因為那封信 他說我其實是情報員 他向你們去查 他叫警備總部去查 警備總部去查 真的有 真的他遞了一封信 林可欣其有 所以就留他一命 沒有遣返 但沒想到事過今千幾年後 他去賣珠寶 專門賣給女明星 然後成了大亨 再過幾十年以後 成為十億跟甚至於現在叫 百億的殯葬大哥 各位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他也是最近這幾年 從台灣第一個搭豪華遊艇 偷渡跑出去 他不是坐湯啊嗎 他現在已經 不好意思 這個湯啊是豪華遊艇 湯啊是漁船 人家是搭豪華的郵輪逃出去的 那個人就叫朱國榮 就是以前我寫新聞的朱子昭 然後那時候在台灣的時候 沒有幾個人敢寫他 為什麼 因為旁邊都是非常厲害的 這個等於說律師團嘛 結果端木正就是他的會計師 我的意思是 我講了朱國榮的故事 就讓他知道一件事 在這個大圈仔三十幾年來 呼風喚雨搖身變成大亨 現在弄了一大堆的相關的案子 被這個人通緝了 被判刑幾十年 然後跑掉 他會跟著朱國榮一起住 請問他是目露叢林的小白兔嗎 當然不是 他會任人宰割嗎 他是見過世面的 當然不會嘛 所以事實上這場好戲 會殺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真的真的 大家繼續看下去 那我今天看到這個 4X媽PO出有關於 柯文哲他們的新莊 競選總部的整個經費 我個人非常非常訝異 你們都著重在裝潢 因為我是窮人 我的裝潢 了不起 一兩百萬而已 再多一點 兩百多萬這樣子 我沒有看過一千多萬 而且是只是幾個月而已 你要抓謊這個 你是金幣飛謊啊 我講藍貼一點 你去把那個貼壁紙 還是用簡單的方式把它弄起來 你柯文哲強調的不就是省錢嗎 你不是省錢一個嗎 剛剛這個 剛剛蘇培不是講到 他剛剛台北市 他要多磕多磕 我告訴你 他連台北市市郊的這個機車停車都要收費 他那時候對老百姓是這樣磕成這個樣子 磕震猛於虎 就是這個樣子嘛 奇怪 你為什麼從前變成大方 還有競選總部竟然有一筆 815178萬 815178元的音響費 請問你們家是用 High Ride Stereo 似乘到81度的音響嗎 你們競選總部用那麼好音響幹嘛 然後事實上出此之外 各位 你們去看那個木可公關公司 木可公關公司的報仗真的是效 大家只看到 250萬 300萬 300萬 450萬 加起來總共4比1300萬的授權金 其實你知道嗎 木可公司 還有 包括250萬的製作競選物品 250萬的製作競選物品 450萬的製作競選物品 562萬的商品一波 我剛剛隨便講就1000多萬對不對 我問你啊 你自己要委託人家 幫你做事東西 幫你賣 你自己還要付給人家一筆1300萬的授權金 然後呢 你還花了上千萬以上 剛剛講的那個4筆就上千萬以上的 讓人家去做這個商品嘛 賺的錢呢 賺的錢呢 賺的錢有沒有回到這個進總 有沒有回到柯文哲 有沒有回到這個等到民眾黨 沒有 那賺的錢到哪裡去了 再來簡單呢 更詭異的是 木可 鬼都知道 跟你柯文哲一定有關係嘛 跟木可加起來就是柯嘛 那 如果他真的是一間民間的公關公司 因為他的老闆董事長自己都承認 他的老闆董事長就是那個李文中 就在記者會裡面講說 我可以很負責跟大家講 我都不知道 就是那個人吧 李文中啊 你可以很負責跟人家講說 我都不知道 那你負責個XX 我就要坦白的 你要知道 李文中這個木可公司 要結束營業要清算 竟然是柯文哲他們 在這個記者會裡面講出來的 我告訴你 檢調單位動作要快 要非常快 為什麼呢 因為再不快的話 他一清算 裡面的賬全部銷毀 再也沒有人知道 木可公司裡面的賬 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會銷炸 所以一定要動作要快 把木可公司 到底裡面的內賬 到底做成什麼樣子 這筆糊塗賬 這筆爛賬 到底是不是跟你們現在說的 會計師所報的 那九筆兩千萬的賬 一樣是一筆爛賬 一定要查清楚 董事長 我本來看不懂說 你今天要號召群眾上街頭 你要直接跟人家嗆聲 你選擇了民進黨中央黨部的前面 結果你就覺得說 你又在手术兩端 我看不懂 可是我後來你幫我點醒了 你說 這是柯文哲的最後的悲鳴 對啊 他是19號這一場 本身那個場地的選項 就是表現出非常大的惡意 但是沒有力量 所以我稱之為 那個是一個沒有力量的悲鳴 沒有力量的悲鳴 對啊 今天就反射出來了 他今天就開始對他19號這個失敗 先鋪墊一個場面出來 又開始講一些 大家全部懂的東西 最大的謊言 叫做一向主張政黨和諧 今天立法院會那麼亂 就是他的主張搞出來的 他內部有兩種力量 一邊要主張要跟國民黨合作 一邊要主張要不跟國民黨合作 另外第三點 你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今天還是有一個沒有出現 黃珊珊 沒有出現的缺席者是比較重要的人 黃珊珊沒有出現代表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黃珊珊沒有出現是他不讓黃珊珊出來了 大家都搞錯了 民眾黨的所有一切的行動 拍板定案就是他 他就是雍正嘛 你要來 你不要來 誰決定 他決定 當然是他決定嘛 所以他不讓黃珊珊最近跟他同台 你要回到當時有個畫面 你記不記得 當時在談北市科還是談哪 所以不是黃珊珊自己不要去的 黃珊珊有自主性嗎 沒有嗎 從來沒有 放到柯文哲怎麼會有自主性嘛 黃珊珊跟他有任何一個案子 在黃珊珊管轄的副市長範圍內的案子 包括我們昨天談的那個什麼市長處的案子 蓋那個爛尾樓 那個是黃珊珊督導啊 包括那個什麼北市科 那個黃珊珊督導啊 所以只要黃珊珊蓋過章 才會到他蓋章啊 中間有個副市長的合章 所以他要黃珊珊 所以那三大案跟黃珊珊都有關係 所以他要黃珊珊不要出現嘛 你知道嗎 那他現在在怪誰 那怪黃珊珊嘛 柯文哲的反應你要理解 我非常瞭解他 他出事情的時候 他是先怪別人 怪天怪地怪別人 怪天萬天萬地萬老 非萬老不萬多 他是對的 他是好的 這是他幾十年的生活傳統 不會改變 所以他現在怪誰 怪黃珊珊嘛 因為他一直他身邊有人告訴我說 他會重用黃珊珊有個很重要的理由 什麼理由 黃珊珊本身是律師嘛 是個法律人嘛 所以他敢蓋章的很多原因都是因為黃珊珊敢蓋章他敢蓋章 他是因為黃珊珊 他現在已經覺得被黃珊珊害到了嘛 所以你要解讀他這個要背後的背景要搞清楚 搞不懂要幹什麼 他在火大黃珊珊 火大了 然後切割黃珊珊丟包 他到時候一定出庭 都是黃珊珊叫我幹的 他絕對他今天的訊號就告訴大家 所以黃珊珊繼續明天不敢出現的 黃珊珊講的任何 他最近幹了一個飛機室 你忘記了嗎 又幹了什麼 元大嘛 元大誰搞出來的 不是黃珊珊搞的嗎 又他搞的 黃珊珊在 在地方講過 他在他的臉書上面講 元大你要來的人 時間地點都有 你不要推脫 結果元大就是因為黃珊珊寫的臉書 元大才跟你拼了 對 元大開始有聲明衣 然後又把過去email一大堆 通通把那些家中的這種典藏的寶物 通通丟出來 搞到元大這個事情 他檢察官一看爽歪了 跟你在偽造文書確定 這個偽造文書確定了 所以黃珊珊是一個 法律知識極為不足的法律律師人 然後柯文就誤信他了 所以後面都誰出現 黃國昌 沒有 每一次戰狼小姐姐 所以這些的規劃 他全世界只聽兩個人的話 他只聽兩個人 他的母解會我都忘記了 我找到兩個人 一個戰狼小姐姐 一個是黃珊珊 那現在黃珊珊出局了 現在誰主導 戰狼小姐姐 戰狼小姐姐主導 又一步一步把帶到土城去了 帶到土城 好 玉鳳 剛才講現在 柯文在看起來非常焦慮 他現在手數兩端 這個焦慮這個手數兩端 真的 跟他面對的 也就是他不像他講的這麼輕鬆 這三大案 檢調辦下去 真的會傷心動骨嗎 對 我們今天看到了 手數兩端的柯文哲 其實他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司法偵查 他一路以來都是念醫選的 他一路以來沒有犯罪的一個訓練 所以他根本搞不清楚 那個世界是怎麼樣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他可以感受到一個壓力 那個壓力就是檢察官磨刀霍霍 準備要砍向他 所以他現在想要把群眾帶上街頭 看能不能夠用這種政治的動作 嚇一下檢察官 但是這個嚇不住的 你現在對付的是誰 是北檢的檢察官 所以你今天講了很多東西 其實你看他說的話 都是情緒性的 他以前其實講過一件事情 他在第一次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就說你要看一個人到底是有沒有底氣 到底他講的什麼內容 你把一些情緒制製也拿掉 看他有沒有一些骨幹 他今天講的東西 不是說議員 你們當初都在議院啊 同學 你們知道是什麼東西嗎 你們都突然清醒了嗎 但是你想想看 他今天唯一講出來的這個金句 有內容嗎 沒有 沒有內容 所以表示我們柯文哲屬席 他也已經慌了 現在來講的話 為什麼要把時間定在5月19號 為什麼 其實他就希望說 你可不可以5月19號之前不要喘我 你可不可以 為什麼 四緩折緣嘛 因為他也知道說現在 他在拖時間 對 他現在講說 他在拖時間 沒錯 你不要在這個時間 NO 但是我告訴大家 我5月20 我會去參加這個party的 我5月20 我會去參加這個就職典禮 我希望的是一個政黨和解 所以你不覺得他今天走上街頭 站在這個 我們對面 那個監察院前面 我一開始覺得 我今天應該是要跟你拔刀相向的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整場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吞吞拖拖的 所以他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他想要把人帶上去 可是我又不希望你太生氣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不可以大家 叫聘叫聘 你退步 我退一步 好不好 太難了 跳Tango 對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我先把時間劃出來 5月19號 如果你不要太刁囊我 5月19號之前不傳我的話 那我5月20 我就去參加你的就職典禮 這代表意思就是說 可以溝通 可以協調的 你們不要這麼狠 所以他今天在監察院前面 那個樣子 站在一起 我就覺得看不出一點火藥味 看不出一點決定要往前衝刺的感覺 照一下你這個時刻是要拼了 對 照一下我都感覺上你應該綁頭巾了 沒錯 其實今天那一場 他才應該是義無反顧拼一次 因為政治的東西是需要能量的累積的 你今天正常要說出一些 大家比較可以振奮的人心 對啊 我今天要被你這個阿伯帶上街頭 不管真的假的 你給我一點方向嘛 給我一點目標嘛 你在那邊說 喔 政黨和諧 你在說什麼 聽成這樣 你到底想不想把人帶上街頭 只有一個說法 他也不是想帶上街頭 如果你可以的話 給點面子 5月19號之前不要傳 給點面子 5月20號 我一樣去參加你的派對 以後的事情 以後再說 適緩折緣 因為他應該知道 北檢很想在5月20之前 把他給傳過來 真的假的 一定要這樣子啊 5月20 賴桑要上任的 你有機會 注意 現在剛剛講的 北檢跟廉政署的動作 都是在5月20號之前 對 要辦他 現在已經在加速 已經在加速了 然後呢 柯文哲他今天想的一件事情是說 我今天5月19號 我就是要上街頭了 你會不會因為 怕被人家說 你這個政治 你跟這個司法 兩個漢格在一起 但是我覺得他搞錯了 北檢沒有在信道 北檢從來不怕這個 今天對小草說 民生奧獨吐 我可以理解 因為我碰過很多政治人物 說翻臉就翻臉 這個可以理解 可是我最不得理解 是5月19號 居然要跑到民進黨 中央黨 目前那個前面空間不大 而且 你到底要幹什麼 你真的像吳董所說的 他以後要政治解決 以後要心風作浪了嗎 老闆 我問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剛才講說 黃國昌說 相信柯文哲 請問一下 相信這兩個字是什麼 是信仰嘛 這代表說 我相信柯主席的清白 但如果柯主席出事情了 我不會有責任嘛 黃國昌到目前為止 沒有對柯文哲 任何一個案件做背書 也沒有幫過他任何案件 澄清過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理解一件事情 我跟會保證 柯文哲在法律層次上 是絕對跑不掉 真假的 法律上一定打得出嘛 我們剛才已經 滅舉這麼多證據了 包括蘇北委員 剛才也講這麼多了 但請問柯文哲 有沒有針對法律層次進行回答 沒有 完全沒有嘛 所以他今天519跑到 民進黨中央要去鬧事 等於說人家隔天要辦喜事 我先拿一桶東西 往他門口撲下去 他只有一個道理 只有一個理由 他絕對不是說 我要恐賴清德 我要跟賴清德怎麼樣 請問一下柯文哲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 被列為被告 甚至被黑金專主抓來去處理 他只有一個邏輯啊 趁你病要你命嘛 對不對 就是說我待你聲量最低的時候 臉書按讚只有兩三千 流量只有兩千多的時候 來去動你 反正我來跟我訪問一個 問題好了啦 如果柯文哲現在每天 三五萬直播在線人數 幾十萬的流量 包括他臉書發文五六萬 賴清德敢不敢動他 不敢嗎 絕對不會挑這個時間動他了嘛 所以柯文哲在519弄這個事情 他是想要做什麼 創造聲量 對創造聲量 他要造勢嘛 他要製造一個場合 製造一個舞台 去跟民進黨叫囂嘛 我有能量 他要把自己營造成悲劇英雄 他記者會那天是不是很奇怪 我們是說第一天沒出來 然後叫吳一軒出來 莫名其妙 然後隔天自己出來之後 找的人是誰 找的是黃國昌 在理論上來講誰懂案子 誰懂案情 黃森森 黃森森懂案情 然後黃森森應該要一條一條 趴數趕快把我們打臉 對不對 臉打爛嘛 就不是 找一個黃國昌在旁邊幹嘛 皮笑肉不笑 一直笑一直笑 相信柯主席 他那一天還沒講 所以他是後來訪問的時候才講 他就一直笑 就陪座而已 問者幹嘛要找一尊佛座在那邊陪座 理由很簡單 那黃國昌有什麼 流量嘛 所以你有沒有搞懂了 他是要把黃國昌拉到這個賊船上 他是不是隔天又講了說 我跟你講 綠營大 然後調剝我們兩個 我把那個簡訊給黃國昌上 跟他看 說 幹了 好 請問一下這是在害好黃國昌 還是幫好黃國昌 這根本不是在誠心 不是在肆意寶傑哥 他是我硬要把你摳來我這艘船上 因為黃國昌不表態也不講話 他只是講說什麼 我相信柯主席 所以他故意藉由這種方式來營造一個印象 給外界是什麼 我們被同一條船上的 我跟黃國昌是一夥的嘛 那黃國昌也很清楚嘛 柯文只要把他綁在一起之後 他還能不能被刺他 不能嗎 不能嘛 他只有一個做法嘛 反正我等到你倒了之後 我再來收割掉 接收 對嘛 他的邏輯 他想接收 他得要當一個善良的臣子 是父皇自己駕崩 不是我毒死 不是我叛變害死他的嘛 好 柯文哲現在深陷了三大案當中 大家可能這則新聞沒有看 我先幫大家簡單 懶人包一下 三大案 北施科案 台志光案 金華城案 北施科案是什麼樣的狀況 你可以想到 一塊地三四百億 為什麼要拆分 是誰說要拆分的 拆分完之後 為什麼金仁寶 他要投資計畫出 他需要三階段 而星光你不用呢 這是第一個 北施科的疑點 第二個金華城就是 你的容積率 為什麼會提的這麼高 之前擋了那麼久 都不讓他提到容積率 為什麼會讓他容積率提的這麼高 最後蓋章的到底是誰 這兩件案子 就足夠讓柯文哲很頭痛了 而今天 任聚 又有新公文出來 這公文出來之後 大家想問一件事情 金仁寶 他到底錯在哪裡 他這麼乖巧 他交了錢 議價率又這麼高 第二個事情 他把投資計畫書也好好送過去 他也三階段送審了 他看完之後才發現 哇 星光真好 投資計畫書不用寫 也不用三階段 這一切一切 公文顯示 原來都是柯文哲說的算 而且張老師你記不記得 柯文哲在最近這一段時間 被問到說這些疑點的時候 他都講一句話 把會議紀錄拿出來就好了 我拿出來啦 現在會議紀錄拿出來 大家更想知道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的轉折 柯文哲這時候 到目前為止 他還沒有講話 我們先回來看 在這個所謂北市科的案子裡面 事實上大家都很好奇 就是原先一塊地 在前兩次招標的時候 都是用一個標案來做 為什麼到第三次的時候要召開 柯文哲最喜歡的會議紀錄 現在就接給大家看 這個是在109年4月10號 禮拜五上午10點的時候 所開的一個 你看 陳副秘書長的會議備忘錄 其中出席的你會看到 有星光紀念醫院的 這個姓洪的行政部院長 這個我們大家也都認識 另外還有包含到星光人 說產業局財政局這些 有關員都在 但重點是 你看他的建議事項裡面 就提到了 本案三塊基地的總開發量體大 容易導致後續人招租這樣 所以他其實第一個 他就覺得說 這塊地 三塊地連在一起太大了 對 應該是要拆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建議什麼 第二個建議說 我告訴你 這個案子設定地上全是 50年 但是我覺得50年不夠 他建議要70年 再往上提 第三個又說什麼 你知道 因為原先在一二的 這個第一標跟第二標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有限定說 這個土地的使用 他必須要以智慧健康產業為主 但第三次的時候是拿掉 原本說要醫療專區 現在也可以說不用啦 那就是在這一次會議裡面 告訴你說建議不要有 產業別的限制 那現在問題來了 因為其實這些與會的官員 老實講大家會覺得說原先的這個規定 都是官員所訂的 那所以這些建議應該會是由誰來提出來的 有可能就是由業者 他跟業者建議 我老實講我覺得也OK啦 為什麼 反正我找業者來就是要聽業者的意見 但問題是 剛剛是在109年4月10號的時候 到了110年3月3號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邊另外一份新的會議備忘錄出來 這個是哪裡的 市長室 只有規格更高囉 不一樣了 為什麼 會議的地點直接在市長室召開 那會議主持人一定是市長嘛 所以你看到這些旅會的這些 其實都是官員 好 就在這個地方裡面 拍板定案說為了吸引更多投資人參與本案 所以要後續招商調整為三個基地來 個別招商 其中簽名的人叫做柯文哲 所以當然是由柯文哲拍板定案做出這樣的一個決定 這有什麼好疑問的嗎 因為你其實在市長室召開柯文哲也簽了這個名 而且你看3月3號做了這個決策之後 在4月19號的時候 在市府的這個市長室裡面又開了一個會議 同樣是柯文哲來做主持 這時候你看更確認了什麼 他說北市科招商的模式是三個基地個別招商 這個其實在上一個月的時候 三月的時候已經決定了 可是這個會議又更確定了一個細項 他說什麼 T16基地要採三階段的開標 由申請人自提產業規劃納入投資計畫書評選 T16這時候告訴你要有投資計畫書 可是在77跟T18的時候你會發現 他說T16你進來評選完了之後 評選合格再用價格決標 可是T18 他這邊卻改了 他說採用兩階段來開標 其中資格合格者就以價格來決標了 前面都完全不用了 不用什麼輸了啦 投資計畫書不用了啊 那我們也好奇啊 在110年的3月3號 你做了一個決策說覺得應該要建議要做為三個基地 隔了一個月之後你現在又跑出來多了一個說 T16需要有投資計畫書 17 18就不需要了 請問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 而且那時候他還跟大家講說 我絕對不會聽財團的或是怎麼樣 陸陸續續會議記錄出來 這其中一份是4月10號 之後11月7號還有一份 這一份是新光跟大家講說我要去拆分或怎麼樣 那你柯文哲就是直接聽財團的話啦 所以網路上更有一個質疑啦 就是說就算廠商有建議說我其實要分割成3塊 你到最後的結論還幫他補了 有這個什麼 要有這個投資計畫書跟不用投資計畫書的 那是不是代表有一種要五毛給塊的感覺啊 對 而且當時新光跟大家講什麼 他說這一塊地非常貴 這塊地非常貴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要拆分 拆分完之後你要比較好去租 比較好去標售 他的出發點感覺聽起來是好事啊 但是現在發現不對 又有公文出來了 新光人壽當時說很貴 很貴之後呢 你還去投標T16 那你當時說要拆分原因是因為太貴 那你現在有17 18了 你當初幹嘛還去租下 或者是還想去標到這塊T16 而且這個其實到目前為止也是外界所知 如果真的新光覺得這一整塊地通通都非常好 理論上面來講你根本就不要分割了 你就去投標嘛 我就買下來啦租下來啦 那或者是他有投資上面的考量 但問題就回來了 因為16 17 18其實是一起這個投標的 只是呢 因為17 18他基本上只用價格來決定 所以你如果就時間去上面 會變成是17 18先開標 那16因為他必須要去投這個 所謂的投資計畫書嘛 但我們就回來看 按照後面的這個事實上面來說 你往前回推的時候 17 18事實上新光是拿到的 那在16的這個部分 如果按照柯市府的講法是說 T16為什麼他的狀況跟T17 18不一樣 因為隔了一條馬路啦 T16的狀況比較好啦 所以巴拉巴了 那新光幹嘛去focus一個 17 18比較不好的 16他應該理論上面也要積極爭取嘛 結果我們就來看看 他同時所送的這個投資計畫書裡面的評選結果 這是T16喔 給大家看喔 這是T16的喔 因為一起送進去了嘛 結果T16新光人獸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在4家的這樣一個投標業者裡面 他被評鑑是在第四名啦 這是四取三 這個機率超高 你還給我拿第四名 那現在問題就回到了這裡啊 如果說按照柯市府的講法 16是比較更好的 那新光拿到一個17 18這麼不好的 理論上面來講 他16應該要想盡辦法也要拿到啊 而且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柯市府的解釋是什麼 17 18沒有人要啊 那新光幹嘛去拿一個沒有人要的東西 去拿一個沒有人要的東西 然後放掉了一個自己的東西 這個當然就很奇怪 好也許有可能啊 是他沒有想到 哇其他競爭對手這麼強 能夠拿到這些東西 但問題是呢 現在也有提出質疑啊 為什麼 因為太多的公文紀錄 不斷的出現你知道 就像這一個的這個會議紀錄啊 這個會議紀錄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林副秘書長的會議紀錄 會議的備忘錄 時間點是在109年的11月11號 對 11月11號這時候提出了一個 當時也去問了這個也是叫做新光人壽 對 新光人壽在建議說 你三塊基地合併開發的總投資成本 約估在300多億 是 結果你知道嗎 隔了沒有多久 110年的2月17號 這中間隔三個月的時間 第二個會議備忘錄出現了 一樣是針對這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市有土地的設定地上權的 潛帶投資人投資 那個投資人訪談 同樣是新光這邊來出席的 結果你知道嗎 他們在這邊提出來講說 哇我現在要評估喔 說如果要用地上權方式開發 這三塊地總投資成本約估約400多億耶 這是三個月內增加100億耶 三個多月的時間 你怎麼從300變到400 我也很好奇你知道嗎 還是你第一次是歐北軟評估了 100億的價差三個月 我不知道那三個月台灣物價上漲成這樣 建材成本相關成本增加到這麼多 但是後來看起來 他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個所謂的400多億 因為他其實後面補了一個就是說 你今天把這個東西進來的時候 他希望能夠降低權利金這些東西 那我們就回來看 如果回到在上一章的這樣的一個階段裡面 大家就會很質疑講說 你為什麼一記的總投資成本 就暴增到這麼多 你到底評估是怎麼評估 你市府當時沒有去問一下講說 欸 這不覺得怪怪嗎 你怎麼差一百多億 還是直接他講了什麼 你就完全照單全收 林俊哥剛剛我們講到 北市府的三大案件 柯市府的三大案件 北市科 台志光 金華城 剛剛北市科跟黃珊珊是有關係的 其他兩個案件都跟一個有關係 一樣是副市長 他叫做彭震生 現在彭震生也就被抓出來了 你知道嗎 他現在說都發局說 彭震生是做最後的決議 什麼叫最後決議 最後是誰蓋章的 就是彭震生來蓋章 彭震生蓋章 他現在負最大的責任嗎 接下來的 不管是在檢調 或是相關的調查 他會賣掉柯文哲嗎 但是你會發現到 現在所有這個 所披露出來的公文 到最後所蓋的職章 基本上都是市長柯文哲 只是差別在哪裡 你知道嗎 後面都會有一個小小的字 叫做假章 那假章的概念 其實來自於 當我市長不在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授權 給所謂的副市長來蓋 可是我覺得外界有第二個 就有一個疑問就會出現了 你可以看到在前面的 這個所謂的會議紀錄裡面 事實上這些都是由柯市組 你看喔 市長式的會議備方紀錄 市長式都是由柯文哲來做為主持的 對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對市長來講 他一定都很清楚的知道 為什麼這個階段你要授權給副市長 讓副市長幫你蓋這種章呢 你可以直接蓋市長自己的職章就好了 所以這個其實也讓外界會認為說 在這裡面是不是有一些 我可以講說因為我不在啊 是不是副市長蓋掉就好 這個很多其實都會質疑會希望柯文哲要說清楚 對 再來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你今天說是這個彭政森給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最後的決議啊 但是呢 現在按照柯文哲當時市府的人的講法是說 上面有蓋市長的章當然都很正常啊 因為公文築據都是這個市長 那代表是柯文哲其實他們自己也認為說 最後決定的權就是由市長來做為決定啊 所以彭政森到底是他自己 決定要蓋的這一個 還是其實市長授權給他 其實這個東西一句話就可以講得很清楚了 而且事實上呢 在最近的這一段時間啊 包含到台北市議員許淑華 他也出來爆料 他說呢 其實我們在做這些會議的時候 不是一個人說了算 他都要開所謂的都審會議啊 可是呢 在針對金華城這個案子的時候 包含容積率要放寬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有多位委員都表示意見你知道 後來明哲講 比如說像關鍵委員 像宋政麥啊 黃台生啊 還有民間推派的委員 其實都表達反對喔 但問題是 你在這一次裡面表達反對 有沒有記錄到會議記錄裡面去 其實是有的 但問題是後來的第二次的會議的時候 通通這些反對的人都沒有聲音 不敢講話了 我告訴你其實不是不敢講話 你知道嗎 因為有人根本就不在委員的名單裡面去 第一次反對通通不見了 當然北市府呢 當時那個柯市府 他們有些人講嘛 就說啊不是啊 我委員可能任期就到了啦 我就已經隔年了 但問題是啊 大家也都很奇怪啊 像許覺得很奇怪 像許淑華就講說 你最後第三次拍板的時候是彭震生來主持啊 結果呢 他就居然發現到說 調閱錄音檔之後 還有委員在裡面講說什麼 金華城好可憐 真的好可憐 那我們就回來問啊 委員今天會去替人家覺得你可憐不可 你就按照書面資料來做 這個其實是帶有這個個人情緒的這樣的一個評價 在這裡面的時候 對於後面最後的結果居然成為放寬這樣 當然會引發很多的質疑啊 來蘇培我們剛剛提到了 金華城好可憐好可憐 這個錄音檔裡面 好可憐到底是北市府做這個決定好可憐 還是金華城容金玉好可憐 你今天要帶我們看到的是 2020的9月21號 那時候已經講說 很多委員說不行不行 這個不合法規啊 會出事啊 好 10月26號之後 殊不知啊 這個開完會 第二次開完會之後 一切都通過了 我就想問 這一個月 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讓容金玉變得這麼的大 有關於這個彭震生的角色 我覺得彭震生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政治任務 我先來講這一段 這個8月19號的時候 金華城送了都市計畫變更草案 給台北市政府都發掘 他裡面有容金獎勵 就是要爭取560之外 還要補償20%的容金獎勵 為什麼要20%的容金獎勵 就是剛剛委員說的 好可憐啊 為什麼好可憐 因為省清金出來看廣告 不是說他們被欺負了37年嗎 就是這個好可憐 他們認為他們從買了工業區的土地 變成商業區 居然沒有讓他保持商業區的 560%的容金獎勵 這一件事情很可憐 所以金華城在有了560%之後 他又要再爭取20%的容金獎勵 送了草案給都發區 可是都發區認為這20%的容金獎的引用法條 不合道理 對啊 所以不要喔 因為你不是都根嘛 因為你不是都根區域 所以你不適合都根的容金獎 所以我把你駁回 巧的是 9月21號駁回金華城的草案 9月21號居然另外一個專簽 核定幫金華城去找專家學者來開會 你意思說9月21號的早上 那時候這些諮詢委員說不能夠這樣做 沒有諮詢委員 就是都發區自己的專業公務人員說 說不能這樣做 你不行 沒想到下午他又找其他人來 對 然後下午的時候就說 我們去幫他開一個會 找專家學者來幫他 想說他的容金應該要怎麼申請財核法 幫他解套 是 幫他開後門幫他解套 幫他找補習班老師來寫這個計畫書 合不合理啊 台北市民你知道最終我們現在送他的五千多坪 這些價值上百億 你知道在這個整個過程 我們還要花一萬五幫他找老師來幫他補習 然後重點是老師來補習的對不對 老師說開完會之後 老師說不行 因為呢你的這一些 你就是不是都更區域 所以你無法適用都更的榮獎 老師也說不行囉 老師幫他補習之後還是說不行 巧的是 最終 11月 10月26號 金華城再送的都市計畫草案 居然還是准用都更條例耶 不是 我聽了怎麼 你有沒有覺得你走了一招之後 怎麼還是回到原點 我今天已經花了時間 花了人幫你補習 補習完之後你又給我送一份 跟一模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還要給你過 我還要給你過 而且我告訴你這個過是誰過的 這個過是柯文哲清簽通過的 這是柯文哲清簽通過的喔 就是說都發局後來還是收了金華城的這個案子 然後金華城說我還是要准用都更條率 去爭取20%的榮獎 30%的榮儀 但沒有任何法條可以用 我就要准用都更 這個在柯文哲11月11號所簽准的那個公文裡面 公務人員白紙黑字的寫給柯文哲看 告訴柯文哲這件事情 但柯文哲蓋章了 也簽了日期了 柯文哲不是說他跟財團早就劃清界限 他最討厭財團了嗎 還幫他補齊 還幫他把所有的這些有問題的全部都抽掉 柯文哲接了財團的陳情 然後違規的讓他送到都府省去進行審查 後來不合理的榮獎 不合法的榮獎還繼續給他 都是柯文哲給的 所以柯文哲在這件事情裡面就是荒唐自己 已經設好了劍馬 因為我就是要往20%的榮基獎勵給你 所以一路本來是紅燈 全部開綠燈 就算是委員說不合法 委員到最後還是要吞了 最後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彭正森很厲害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違規使用都跟獎勵是誰核定的 是柯文哲在2020年11月就核定了 所以你案子在送來我都委會審查的時候 我審到隔一年2021年的9月9號 我就讓他通過了 有差嗎 因為誰決定讓他用回歸的法規的 是你柯文哲 對 所以我就依照神神神神神到最後 我就讓他通過了 因為我是都委會的主任秘書 所以我要把他簽合 不過你知道嗎 主任秘書雖然是彭正森 可是他讓他最後核准的時候 是蓋市長章 就是那個章剛剛提到的假章 現在彭正森到底未來會不會 如果他成為5點鐘會咬出柯文哲嗎 他上面還傾斜喔 正森 所以他沒有要逃 這個文就是他合的 但是誰讓這個案子准用都更條例的 是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你准用了違法違規的條例 我只好奉著你的命 繼續往下審 小劉你剛剛跟我說 看這些案子啊 不能只看這柯文哲三大逼案 你要看的是2020那時候 到底是哪個副市長在處理什麼樣的案子 是 北四哥是誰處理的 黃申申處理的 是 台志光金華城誰處理的 彭正森處理的 你說這裡面有故事 這故事是什麼 當時彭正森是柯文哲得力助手 很紅喔 是 2020風雲變色囉 風雲變色之後又牽扯到金華城案子 又牽到台志光案子 你跟我說彭正森速度請辭 跟柯文講說我不幹了 這不幹的背後有什麼貓膩嗎 是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先講結論 就是彭正森在2020年到2022年之間 速度跟柯文哲口頭請辭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我 從市長市裡面得到的一些資訊 就是因為畢竟是口頭請辭 那所以代表他跟柯文哲之間 私底下有可能碰過幾次面 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被外面人聽到了 那我要講的是彭正森這個人 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因為他畢竟過去他是擔任所謂的公務的副市長 所以比較不會露出檯面這邊 那他在2020年的7月 通過放寬這個金華城的容積率之後 然後他接受媒體專訪 12月的時候他接受媒體專訪 他說什麼 都更只有兩種人 一種是很貪心的 一種是更貪心的 哇 那請問一下 有說指嗎 彭正森你這邊講的是那些等待都更的市井小民 那請問一下那些財團的金華城呢 是你口中貪心的還是更貪心的 還是一起刀叉吃人肉的這些 所以很明顯嘛 你說為什麼後來會發生這些事情 然後彭正森可能會萌生辭意 有人會覺得是說 是不是因為他跟柯文哲之間關係 漸行漸遠 所以他感到覺得非常失望 所以他打算要辭職 但是 但是從這些包含金華城 包含陶濟光這些案子 你會發現到有一種細思 非常細思極恐 也就是說彭正森為什麼請辭 會不會是因為這些案子壓在他身上 讓他喘不過氣 他知道太多了 他覺得這件事情遲早會出事啊 所以我不想要扛這個責任 當時就速度跟柯文哲口頭請辭嘛 那第二個質變關係質變的關鍵點在什麼時候 在2022年那個時間點 在柯文哲準備要卸任前一個月 他不是跟市議會提出了所謂的台字光的副議案嗎 對 當時被市議會否決的時候 柯文哲一開始很生氣啊 但他不是對市議會生氣 他是對自己的副市長生氣啊 他覺得你副市長在給我搞什麼東西啊 你事情都處理也不好 對 我要叫你幫我弄個副議案 叫你去幫我跟議會溝通 結果你溝通出來什麼東西 馬上就被打回票 馬上副議案就被否決 連表決程序都沒有 所以柯文哲非常生氣 還直接痛罵同政生說 小心我去做你辦公室 那個時間點我相信 柯文哲跟彭政生之間的關係 已經徹底質變了嘛 那徹底質變這件事情 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造成說現在這兩大案 包含台字光 包含所謂的金華城 都跟彭政生有關嘛 那所以現在檢方 首先 現在畢竟都已經 依照這個貪污治罪條例 開始準備要去辦這個案子 對 他要準備辦柯文哲了 對 那當然不一定先辦到柯文哲 但是一定會先辦到彭政生嘛 因為所有這些公文的決心 很多都是包含像那個賈章 也是彭政生去代決的嘛 所以這整件事情就會讓彭政生 變成是這整個案件 最關鍵的一個角色 你當初怎麼對我現在出的事情之後 他會不會把柯文哲咬出來 對 而且你要知道說 柯文哲當初他在請辭的時候 他還揶揄他說什麼 你都七十幾歲的人了 你幹嘛不要每次在那邊 跟我用這招來情緒勒索啦 所以其實你要知道說 彭政生當然新生願對嘛 新生願對 他幫柯文哲扛了這麼多 連這個假裝什麼 我都直接說是我的 對 所以現在變成是說 大家關注的關鍵是說 到底柯文哲有沒有一個 像李樹德這樣子的角色 可以幫他把這個責任都扛起來嘛 李樹德當時就是因為扛了這個責任 讓馬英九可以全身而退嘛 那如果彭政生沒辦法幫柯文哲扛 他轉成所謂的污點證人 他去舉發柯文哲的話 那整件事情對柯文哲就會非常非常的不利 柯文哲這兩天 面對到說北四科啦 金華爾誠 他說你去公開資料啊 查出來就好了 結果呢不能適宜 不能適宜他就去講 他說你不要講什麼金華爾誠 北四科都沒有問題了 真的要查什麼 去查什麼 台治光啦 他說你知道 他們說你們是唯未救兆 可是如果你說 你真的去了解這個台治光的話 今天台北市政府的資訊局長就講了 台治光彩妙了 台治光當時你上了公文系統 你說我該有的公文系統 我該有的附件沒有問題 可是 你在談這個台治光的公文系統的時候 你要有附件啊 你要有些內簽啊 他說這些附件 這些內簽 全部不見了 寶樂哥今天柯文哲講了一記者會 大概二十分鐘 裡面只有一句話是重要的 是海濤法師跟他講的話 眼睛夜障中 對眼睛夜障中 但他沒有把它講完 眼睛夜障中前面是什麼嗎 假的眼睛夜障中 你如果打開柯文哲的公文 聽到的話去找公文 找不到 那是什麼 假的 是你眼睛夜障中 因為今天資訊局長跑出來講說 趙思維說這太怪了 為什麼 因為公文喔 他真的按照柯文哲去講 柯文哲還笑他說 找不到 你不夠認真啊 不夠用功啊 回去再衝找啦 結果那個柯長 這個局長跟我們講說什麼 有一個一個項目 比如說我今天要台治光的標案 台治光的價格 台治光的什麼 是不是每一項他都要造冊列管都撤 他有個目錄嘛對不對 柯拉克目錄有沒有 有嗎 都有目錄喔 就你知道點開你知道是什麼嗎 空的嗎 裡面都空的 查無紀錄 比如說我今天有一個合約 想說相關紙約定定價格 會議紀錄 有喔 把它點開之後 怎麼都沒有 裡面都是空的 所以難怪柯文哲會叫你說 大放送說 趕快去查紀錄啊 趕快去找相關公文啊 可是沒紀錄啊 所以他才那麼信誓旦旦嘛 所以今天這個局長喔 跑出來講說這件事情很怪 因為理論上來講呢 的確 資訊局曾經有一次人事異動 我覺得他講這話有玄機 他說寶傑哥 裡面有高達四成的人 在一年之內 後來全部都汰換掉了 那請問一下正常的公務機關 會有這麼大幅度的人員流動嗎 四成在一年之間全部更換 對嘛 所以代表要嘛 是柯文哲當時執政不利 要嘛就是 當時的紀錄有出了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些人等 大家乾脆辭職不幹 不願意繼續留下來嘛 這是最大的問題嘛 你說阿婆浪槓啊 當然嘛 就像我各位 都委會也是一樣的概念 金華城都委會很多委員 你知道 後來也是發現 劍苗頭不對 有些是被柯文哲換掉 也是是苗頭不對 但最後大家都不幹了 所以代表這個資訊局 在處理這個文件當中 有很大的貓利 再來 為什麼會有這個標題文件 那最後裡面的附件是空的 就只有一種可能啊 什麼可能 後來人為刪掉啦 因為代表當初有創建這個文件嘛 對 有這個需要我才會去創建這個文件嘛 比如說價格訂定的會議紀錄 比如說他的紙約 比如說誰拍板的 但最後面不見 所以很顯而易見的 代表是裡面有他的問題 所以你看喔 他最後講一個 作為比較基準 目前市政府CCTV 就是我們講台智光這個案件 總共七次議價均有完整的紀錄 並全程錄音錄影 這保留哥 但你反過頭還比較一件事情 他說作為比較基準 就是說跟蔣萬市政府在比較的時候 突然發現一件事情 不管是CTTV 因為我們各位講 他所謂台智光的指約 他是要一年一簽的 合約是要一年一簽的 所以包括現在台北市 我們四十幾個指約 蔣萬市政府有沒有簽 有 他說但是簽了的過程當中 包括七次喔 從議價紀錄到盤盤的過程 到整個會議 請問一下有沒有錄音錄影 有 全部都有啊 所以蔣萬安有這樣做 所以趙 各位這不是蔣萬安發明的嗎 這是市政府員工 他例行性的慣例 柯市府沒有 對你要聽懂 沒有錄音錄影 你要聽懂 沒有記錄 你要講這個貓膩在哪裡 代表說這個是造就 這個是錄聽 因為蔣萬安不會管到這邊 李四川也不會管到這邊 而是資訊局的員工 按照慣例 每次在進行合約的內容當中 就有簽訂 就有錄音 就有錄音 所以保健國訪問一件事情 到底過去那些影像 跑去哪裡了 請問那些影像 到底應該有 所以他才很含糊的說 很含蓄的說 前市政府的習慣跟做法 或有不同 或許有所不同 無法考拒也一無不可 這個局長 內行人講內行話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資訊局就是資訊局啊 資訊局從來不會變過 改朝換代對不對 那請問資訊局做法會說 今天因為講完來說 我們要錄音錄影 那今天柯文哲 我們就不錄音錄影嗎 不可能 柯文哲或講完都不會管到 那麼細的事情 所以只有一個可能 原本就有錄音錄影 但最後消失不見 所以你仔細聽這個資訊局長 今天講一段話 他說 針對柯文哲一直講說 你去把會計調出來 調不出來是你不認真 他說我們是不想 往陰謀論的方向去思考 換言之他是暗示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本來應該有 但最後卻不見 肯定是有鬼 要不然就是你眼睛業障上 一切都是假的 但柯文哲不是講 他一切都公開透明嗎 現在一切公開透明 剛剛講的第一個 你今天為了北市科 你的14個潛在投資人的訪談紀錄 全部沒有錄音 沒有錄音沒有任何的資料 第二個就是 今天包括資訊局的 你跟廠商的這個所有的東西 你當然你該給的公文 走到這個所謂的行政流程上 電子公文都有 可是你電子公文之外 你要有內簽 你要有一些說明 你要有一些紀錄 那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講 一個人會做壞事 或者一個人做一件事情 他都有他的慣性跟手法 因為我們剛才討論到 資訊局的所有關鍵文件 跟會議紀錄 要嘛是略 要嘛是憑空消失 但是你把這件事情拉來 我們講北市科的案件 一樣奇怪 為什麼 因為北市科 他的錄音錄影 不是由台北市政府做決定的 他是有特別聘請 一個地上權的廠商 來給他委外 希望他做PCM 有的是相關的規劃 相關的行銷 相關的營運 而錄音錄影的工作 他是明文記載 在這個廠商的合約當中 也就是訪談 每一家廠商的目的是什麼 我前兩次流標 所以我現在要跟這些廠商洽談 詢問他們問題在哪裡 那這個就是他的工作 否則保健哥他會出現一個狀況 如果這個PCM 也是負責行銷 負責規劃的廠商 他沒有趕快把地上權標上去 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 他接下來還要繼續擔任這個工作 那不就賠本了嗎 我才領你三四百萬 然後我到底要給你做幾年 所以他當然要去做錄音錄影 結果沒有想到 連委外這個廠商 錄音錄影師 事事通通不見 但是怪是怪在哪裡 怪是怪在前四次訪談的紀錄 今天特別公佈了 發現都把測威公司 列席在上面 偏偏只有到了元大這間聲稱 自己根本沒討論過這個案件的公司 他的會議紀錄上偏偏把這個測威公司給消失掉 所以種種的巧合都驗證一件事情 公開透明公開透明 遇到柯文哲文件說是公開的 但最後都會變透明 早也找不到 所以今天柯文哲講 要辦的是台志光 你是微微就招 因為藍綠辦不下去 就辦不下去台志光 開始潑憤 對我潑憤了 我覺得柯文哲一直講的公開透明 是怎樣呢 公開他認為可以公開的 透明他覺得可以透明的 為什麼台志光找不到議價紀錄 你找得到最後的價格 就是這樣 就是2200 可是我們總要問的是 請問一下2200是怎麼議價出來的 這才是重點 重點不在結論 重點在過程 怎麼討論出來的 對 那蔣萬安跟台志光 七次的議價紀錄都有錄音錄影 可是非常諷刺的是 台北市其實從馬英九開始 只要是重大的會議跟廠商的會議 都有錄音 當年比較古老的時候 可能沒有錄影設備 可是也用TAP在錄音的 所以當時柯文哲是重聽 十年前大巨蛋的招標錄音帶 才找到李肅德在裡面講的一句話 然後李肅德被起訴 從這個你就知道說馬英九有錄音 郝龍斌有錄音 為什麼當然你柯文哲有這麼多東西 是沒有錄音沒有紀錄的呢 台志光裡面有一句話 是最貓膩的 為什麼我們又找不到它的議價紀錄 你知道嗎 因為柯市府答應台志光說 你只要每一年都要提報新的價格 你只要提報的價格有降價 我就不審查了 就直接書面審查通過 你知道這是怎樣空白支票嗎 有降價什麼叫有降價 我降五毛可以嗎 對啊你這樣一塊錢也是降 所以有一年台志光怎麼樣 本來是1684 1684塊的費率 它降多少錢你猜 多少錢 四口銀 1980 1684降成1680 1688這樣 然後這樣子就符合 你有降價了 有誠意 我就不審查了 就不議價了 那這樣台志光 大家很開心啊 我今年給你降四塊 明年給你降二十塊錢 然後市府就沒有中間那個議價過程 討價還價過程 所以為什麼台志光跟柯文哲 八年相安無事 合作得快快樂樂的 柯文哲今天一直說要查台志光 台志光那就查啊 一定是你的問題啊 因為好市長簽完母約以後 台志光都還沒有建制完成 也還沒有營運 就到你柯文哲啦 你柯文哲這八年 如果要查當年的母約有問題的話 你不是什麼通通版要公開上網了嗎 你也看不出有問題 你才會跟台志光簽八年的紙約嗎 貓膩就在於說 母約是有定費率上限 你永遠要比行政院便宜 但是為什麼你柯文哲 106年跟他簽的紙約 就馬上有另案協議 專案協議 他可以超過母約的上限 那就我們看到台志光現在的態度 非常的傲慢 他根本不要去跟這個所謂的 蔣市府來台 告訴你要開會 我也不來 就是我吃定你了 反正我現在已經拿到了2200 我就是不要降價啊 他就是過去八年柯文哲 給他的課勢嘛 他過去八年跟市府往來 這麼的順暢對不對 我給你提報多少 你通通審核通過 現在怎麼換了一個蔣萬安這麼麻煩 要扛我架 要跟我議價七次 所以台志光在會議上才會不會送 他不習慣啊 怎麼現在的蔣市府變得這麼難溝通 跟你以前柯市府不一樣 所以他才會去嗆我們警察局長說 我可以讓你烏紗帽不保 他才會去嗆蔣萬安說 你撐得起三天斷訓嗎 一家民間的公司為什麼敢這麼囂張 過去八年的柯市府怎麼跟你相處 讓你有這樣的底氣 柯文哲說台志光也要查 沒有錯啊 台志光是第一個被查 他是不是老年癡呆了 對 台志光不是現在司法正在調查嗎 我跟大家講一個秘辛喔 我們這次議會要成立幾個專案小組 我們是經過政黨學商的 民眾黨的議員也曾經說要提 台志光的調閱小組 我就講了一句話點他們 他們就不敢再提了 我說你確定要提喔 你們是涉及的當事人耶 因為之前卷蘇培議員就有揭露說 民眾黨的議員被民眾黨的立委 帶著集體跟台志光吃飯啊 這件事情民眾黨沒有反對 沒有否認啊 對啊大家還記得這件事嗎 你們哪幾個議員跟台志光吃過飯 是哪一個立委帶你們吃的飯 什麼時候吃的 為了什麼事情 對不對 你要成立專案調查組 你們要不要把這些話也講清楚 對 我就說你確定你要成立喔 你們是涉及的當事人喔 我是沒有差喔 就點點啦 就不成立啦 所以柯文哲要問民眾黨的那幾個議員 你們怎麼不在議會矜持啊 跟柯文哲講例說我坦蕩蕩啊 是你們藍綠 你們藍綠根本辦不下 你們就是因為台志光怕查下去 所以才搞了一個北四科 才搞了一個金華城 還有現在如果找不到資料 他說那就找檢討啊 電子公文找不到就認真找啊 除了電子公文以外 我們跟業者很多的過程 本來應該寫在備忘錄 Memo 這些Memo這些備忘錄是沒有在電子公文上 是公文的附件 現在最尷尬的就是這樣 你看北四科跟元大的訪談的那個Memo 就是人家元大不認啊 百分之百的推翻啊 然後我們也找不到你跟台志光 所有議價的Memo 然後你拿到金華城審慶金 他們給你的陳情信 你交辦下去指示 你知不知道我們都發局的官員 多麼小心謹慎 通常在好市長的時代 他會寫奉市長市交辦 可是現在都發局的官員 連這句話都不敢寫 只敢寫說 依據金華城幾月幾號什麼什麼來函 不敢奉市長指示 對 所以如果不是後來我們問出來的話 我們會以為那一封信是金華城直接給都發局的 結果後來我們從內部的人 跟我們私下抱怨才說 沒有 這個東西根本是 市長是交代辦理 他說不能用指示只能用交辦嘛 柯文哲今天這樣講說 誰說指示他要告誰 那我就告訴你 交辦的意思就叫做交代辦理 那是不是你交代辦理的呢 我以前在市長46年 我們每一天都會收到各式各樣業者 跟財團的陳情性跟要求 我們每一個都會去交辦嗎 不會啊 我們交辦的時候也會寫啊 你就按法 按依法回覆就好了 那你這個為什麼讓他進都委會呢 不進都委會不開這個方便之門 就沒有後面的事情了 就沒有後面這些了 你就是開了這個方便之門 然後接著彭正森在都委會裡面又這樣子 一副佛心來著 哎呀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現在提的案子 當你講這個案 委員都聽得懂的 委員都聽得懂市府官員的暗示的 今天都發局是業務單位 官員是業務單位 他可以不讓這個案子成案 不進都委會去討論 可是他收件收案 進都委會討論了 原始的人是誰 誰交辦的 就柯文哲啊 交代辦理嘛 他說可以用交辦嘛 就是這樣啊 所以委員 這到底怎麼回事 不是公開透明嗎 怎麼現在你訪談了潛在投資人的 沒有這些資料 也沒有任何的錄音 今天去查說 今天資訊局長講了 所有該付的文件 備忘錄 全部沒有 你要看懂 因為柯文哲他過去應該至少兩個禮拜以上了 從臺之光打到金華城打到北市科 他今天算是第一次回應比較多 而且開記者會 旁邊還有黃國昌對不對 黃國昌今天公開表態嘛 百分之百相信柯文哲嘛 那柯文哲還回向台北市政府 你認真找 一副就是我老市長八年你搞什麼鬼 你自己去找 有那些東西 你找不到 你莫名其妙 我跟你講民眾黨內部 因為知道 黃山安跟黃國昌是律師嘛 他們其實有經過研議 把三個案子拿來看完以後 他們得到的答案是 百分之百過關不會有問題 什麼他次案列被告 他說一定是直接就簽結的 所以對柯文哲有信心 所以他直接就跳出來跟大家講 就是說就去查 你有什麼好查的我不怕 真正有問題的是台治光 來寶佳哥我現在跟大家講 你把北市科 台治光 跟金華城三大案抓出來 現在目前正正有被收押的是哪一個案子 台治光 是台治光 所以他拉回台治光 誰被收押 是國民黨的市議員 所以他回過頭來 那當時國民黨的市議員被收押的時候 新聞也是一串 台治光又捐給民進黨 捐給國民黨 又跟朱立倫關係匪淺又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他拉回去了 台治光是使藍綠互鬥的一個case 可是金華城跟北市科 卻是藍綠互歐 柯文哲 他要回到藍綠互搖